国性香咖啡产业自921地震过后 在农民以及政府的努力之下 已经成为国性香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而近年来因为气温不断的升高 使得环境越来越适合咖啡果小度的生长 这对农民咖啡产业的推展来说也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果小度并无天敌 加上也没有推荐用药 因此对于部分咖啡员来说 甚至造成多达五成的损失 有鉴于果小度的问题日益严重 在农民的反应之下 行政院农委会茶叶改良场也进行诱补器的改良工作 希望能够利用天然诱补的方式 帮助咖啡农们进行果小度的防治 减少农民的损失 茶叶改良场主要是推出一个 我们的红色的一个改良型诱补器的一个成果的一个 一个说明会 那在这个现场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咖啡员里面 透过这个红色改良型诱补器的一个效果 主要可以让我们的咖啡员可以减轻 它的一个成本 防治的一个成本 另外也可以透过这个红色诱补器 达到一个省工的效果 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诱补器 是透过我们的一个茶叶改良场所研发出来的一个非常有特色 跟它的一个成果非常好的一个诱补的一个特性 那最主要是能够把这个吃虫 咖啡果小度的吃虫诱补过来 那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把这个整个生产成本能够降到最低 让整个咖啡农可以来做一个使用 而且在整个我们的诱补过程里面 农民朋友只要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更换一次这个药剂就可以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整体的一个共同防治的一个效果 把这个防治的一个成果能够提升 茶改厂厂长苏中正表示 目前所研究出来的成果 是能够将国小度的危害降低将近三成 也希望透过由国性香咖啡产地 当做一个全台的示范点 在国性香国小度防治有成的情况之下 推广到全台湾的咖啡产地 让国小度能够得到有效的防治 帮助台湾咖啡能够再创新高 那目前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成果是 一分地只要挂40个 就能够把这个国小度的一个危害降低三成 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成效的成果 在现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国性这边的一个 咖啡园的一个共同防治 目前有13公顷 能够来逐渐扩大到我们的所有的咖啡园的一个产区 透过综合防治以及非农药的这样子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效果 把这个咖啡国小度能够做一个主群的一个减低 因为目前在咖啡国小度的部分并没有天敌 而且也没有推荐的用药 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环境友善的 这种非农药的一个防治的方式 来把这个咖啡的一个产量跟品质能够做一个提升 那以上也是希望我们的咖啡园朋友能够进一步来了解 我们的这一个改良型的一个红色诱补器 能够多多来使用配合亲缘措施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共同性防治 让整个台湾的咖啡产业能够再创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奇迹 县议员林芳瑜表示咖啡国小度的危害 让咖啡農们苦不堪言 而这次茶改厂开发出来的新型幼补器 期望能够达到防治的效果 也呼吁咖啡農们能够一起来防治 让国小度的危害能够降到最低 全面的防治才能降低国小度对国性咖啡产业的影响 县议员林芳瑜的茶改所的书厂长 下去研究分析后有研究到一个 现在大家去到港区可以看到 有一部分的 咖啡达的高龙已经在死的 就是红灯笼高高挂 其实这就是一种议题 经由它的气味来防治到这家国小度的一个繁殖 跟虫害的防治 希望就有这种的防治 可以增加到咖啡農的三粮 因为这种的堂海 可以说对咖啡豆子的影响 一种是一生 但是因为天气渐渐热 所以这种的繁殖力量相当的强 已经增加到迫害到大余和第三成粗油 可以说是迫害到咖啡農的收益 所以希望说 透过我们茶改所提供研究的 这个东西 可以大大的来增加果农的收益 同时能够对于病虫害的防治 可以发生效果 但是為了這種的東西需要大家的配合下去做 因為你會單單一個農民下去用 還是一副餐下去做 畢竟效果有限 說的就是在我們政府 我們的工作有補助的資格 大家都可以普遍來使用 這樣才有辦法達到他方地的效果 這次的新型又補氣 是委託百勝春咖啡莊園進行測試 園主蘇春賢表示 自4月中旬開始雕掛之後 發現比以往舊型又補氣 使用上不僅方便 成效上也比較好 因為他是國姓香咖啡產銷班第二班的班長 在班的會議中 徵詢班員的同意 也利用班費 每個成員購置又補氣來試用 希望在產銷班內先推廣使用 幫助大家來防止咖啡國小度的危害 我是在四月十五種油來調 到現在這樣差不多在將近兩個禮拜多 將近要三個禮拜了 整個這個效果是比以往的救世的效果 在整個效果方面 給一般國小度的周部的成效 整個這支看起來會比較清醒 比較不怕風 舊室的比較怕風 比較怕風 再來 它這個容器在換時就比較快 它會用準的 所以這支藥物器在我們農民使用上 是比較比較新鎮 利用我們的班費 每個班員都配花三十支 先讓一支周邊條 然後如果它發生 每個班員如果發生 效果很好 它會繼續再購買 依我班長代陀 在整個MG我已經釣了差不多大約有七百支 它整個補幼的效果非常良好 咖啡農們表示 新型的幼補器材質上比較耐用 而且幼補液也可以使用兩個月左右 在使用上可說是非常的方便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防治 因為國小度的母蟲可以生產大約一百隻的幼蟲 若是不防治 國小度族群的拓展是非常的可怕 也希望政府相關單位 能夠在幼補器的購買上 給予一些補助 幫助地方農民產業的發展 跟以往舊型的做比較的話 第一個可能它的材質的使用年限可以增加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的幼補 幼補下來的那個國小度 如果要在清潔還是更換會比較方便 對最主要是它的那個揮發 我們的那個幼補液 就是甲乙除的揮發瓶 因為以往的話 差不多一兩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左右可能就要更換 可是這個的話它用的莫數 一瓶差不多才20莫左右 然後可以用差不多將近約兩個月左右 所以相對的揮發的液體 跟以前的用的比起來的話 就是比較省 而且是省蠻多的 因為一個熊的咖啡果小度跟一個母的咖啡果小度 他們交配完一隻母的果小度 它可以生一百多隻 然後在一個果實裡面可能也有卵 也有幼蟲 也有那個油 跟甚至那個熊的咖啡果小度 就像一個小家庭 然後母的再飛出去再去交配再產卵 你剛剛想那個擴散出去的速度是多麼的快的 如果等到你發現它已經有個量的時候 你要防止它會來不及 目前開發這個咖啡用補器來講 比去上一次開發的還好用 這一次用補的效果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它的效果還算不錯 尤其是我的種植的地方是屬於種災區 所以抓到了成果還蠻豐碩的 看到這樣的成果真的是對我們有幫助 當然在教會上 這個價格上面是有請政府多多幫我們幫忙這樣子 不然它釣的密度太高 這也是我們農民的一個負擔 縣醫院陳怡君肯定農委會茶葉改良廠 開發新型幼補器 以天然無藥的方式來防治國小度的危害 但是也提醒大家 蟲害的根本原因是地球暖化的問題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來重視 從根本上來解決 一起節能減碳 才能減少一些病蟲害的產生 並且也建議能夠使用酵素來強壯植株 或許也能夠達到防治蟲害的效果 隨著氣候變遷 天氣一年比一年的熱 那也造成了這個國小度 它這個可以產卵的這個季節就越來越長 好像這幾天這麼炎熱的這個氣候 國小度都已經出來了 那目前呢就我們知道國小度它並沒有天敵 而且呢在我們的這個農業的這個專家當中 他們也認為說並沒有所謂比較推薦的用藥 那咖啡呢又是我們呢 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休閒的飲品 那如果說我們用農藥去防治它的話 其實也會影響到消費者的這個健康 所以呢就造成了是咖啡農一個非常大的心理的一個痛 那現在呢查改這行它已經用了這個紅色又補氣 它呢可以有效的防治大概三成左右的這個國小度的這個問題 但是呢我們回歸到事情的根本的原因呢 我們也體會到就是說球球暖化呢 它其實已經越來越逼近我們的生活了 如果呢這個氣溫呢一不下降的話呢 那其實呢從去年開始 強強於影響到我們的這個百鄉國王木瓜 就是突然之間這個下大雨呢 會讓成這個病蟲害呢 就是很快的滋生 那造成農民非常大的一個損失 然後呢國家要用這種補助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治 都只能夠是治標不能夠治本 所以呢其實我們還要去關注 怎麼樣能夠讓我們的這個 這個減碳呢 確實的有效的減碳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其實酵素呢 它是一個對土地非常友善的一個 一個農民目前也在使用的東西 所以是不是呢也可以嘗試 用酵素來做一個防治的一個方式 那因為酵素它本身呢有一種氣味 那可能呢也對某一部分的這個病毒來講呢 或者是病蟲害來說呢 它會有一個不喜歡靠近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那特別是呢 用酵素栽種出來的這個蔬菜或水果 它的植株呢是非常的健康的 所以它呢也可以做一個有效的防治 水保局南投分局局長陳榮俊表示 自921地震後水保局一直支持國性鄉 聚落重建以及農村再生的工作 近幾年來透過咖啡的種植 也與農村特色做一個非常好的連結 這次也非常樂見查改廠能夠開發新型又補器 解決農民的困境 期待在查改廠水保局以及農民的努力之下 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國性鄉優質的咖啡 那今天推出這種國小度的防治 可以提升他們相關的一個產量 避免受到國小度的影響 那一方面我們也在後製跟行銷的部分來加以協助 所以台灣咖啡或者是各地社區特色的咖啡 有很好的一個呈現 那最後的話就是在我們整個社區營造 或者社區農村再生的方面 讓大家有了解說原來我們的社區的一個發展 農村的發展 它是可以找出自己的特色之後 去加以好好的運用的 所以在不同的區域裡面 像我們的在國姓這邊 不管是在北港的休閒農業區 其實它加上咖啡之後 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農業休閒的一個場域 或者是在我們的福歸村 福歸這邊除了我們熟知的草莓之外 其實有很好的咖啡在這裡 那在我們的南港社區 九分二三是我們的國家地震紀念地 它的特色就是我們的鹿榮 那在九分二三也是一個很好的咖啡產地 所以他們的咖啡也加上了在地特色的鹿榮 可以有讓你想不到的一個意外的一個效果 有機會的話都歡迎大家到這幾個咖啡的產區 來品嘗我們的特殊的一些咖啡 那台灣咖啡的品質絕對值得你來好好品嘗一下 副議長潘一泉肯定農委會 茶葉改良廠的用心 也呼籲咖啡農們能夠重視國小度的危害 並且透過各種方式一起來防治 讓咖啡生產端的品質能夠得到提升 進而打出國性精品咖啡的知名度 帶動地方觀光以及產業的發展 民意新聞陳偉一專題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